好了我们把这个尾巴勾好之后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这个小丑鱼的背起的部分 它这个起针方式也是用这个变子针的方法来起针 起五个变子针 然后呢再给它勾好就可以了 稍后呢我会把图解来到屏幕上面 大家跟着图解来勾一下 那么我们还有两个侧起 这两个侧起的起针方式呢 是用的这个环形的起针方法 和这个身体部分的起针是一样的 那么稍后呢也会把这图解来到屏幕上面 那么我们这个侧旗勾好最后一行以后呢 我们需要把上面这一部分呢 给它缝合起来 就这样给它捏扁 然后呢前后这样穿针穿起来就可以了 就这样对应着缝合起来 这样就可以了 再把线尾的部分藏一藏 长的部分直接剪断 这个就是我们两个侧起的部分 接下来呢我们先把这两部分图解 打在屏幕上面 大家跟着图解来勾一下 好了姐妹们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小丑鱼的身体部分 还有这个尾巴的部分 这是两个背起的部分 这是两个侧起的部分 全部都勾好了 勾好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进行缝合 首先呢我们先把身体和尾巴的部分缝合起来 大家看一下这是一嘴的部分 缝在后面这个位置 大家看一下这个缝合过程 本节目的缝合起来 嗯 嗯 嗯 好了,我们这个尾巴缝好之后呢 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两个背起 这样给它缝在这个背上面就可以了 这样竖着缝起来 那么两个背起缝好之后呢 再把两个侧起给它缝起来 缝在这个白色线和蓝色线交接的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同样的,这个对称着给它缝在这一侧 大家跟着我呢,先把背起和侧起全部缝好 好了,姐妹们看一下 我把两个背起还有侧起全部缝好之后呢 最后我们再给它盯上两个小眼睛 那么我们这个可爱的小丑鱼就完成了 好了,今天我们这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感谢姐妹们的观看 我是娟恩姐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MING PAO CANADA